评书快餐 列国故事研绎 第八回 齐桓公啊 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领大兵数十万 亲自救援燕国 手下钱不正印 都先锋就是这虎儿班啊 带领着马一溜锋似的就先到了 这肃买呢 只领着百十来人出了营笔 哎呦 虎儿班一看你这可是啊 犬世何堪于虎斗于下空自于隆重 你这怎么能行呢 手持长柄铁锅锤啊 一锤马就问着素买过去了 当头就大呀 两个人打的没几个回合 素买是洋装败走啊 忘记就跑 这虎儿班也是贪功的新生 带领着兵马一声下令给我追啊 就这么着 带着马就杀下去了 可是就这么着也中了人家圈套了 到这包围圈里差不多了 只听一声呼哨响 整个山谷是街乡呼应 虎儿班的兵马就被结尾两断了 因为人家这早有埋伏 虎儿班是一场血战的 战马呢 被敌人射伤 情势是十分危急 恰巧啊 这时候救命的来了 齐桓公率领大军赶到啊 王子成父是大显身危 一之令就杀散了素买的兵马 救出了魂班 这素买是打败而逃啊 之后呢 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向东 推进了三十里 这个地名叫扶龙山啊 齐桓公和燕庄公两个人是合兵一处 就在这个地方等着令之王 是自投罗网 这令之王卢秘啊 他可一看守下那园大将素买败回去了 许说你来的正好啊 既然你不行咱们俩合兵一处吧 就这么着第二天 揪积一万多人马 在扶龙山下是讨不得要阵的 在这中间呢 组织了几次冲锋 可是啊 都被齐桓公的车程给挡住 根本就上不去 一杀杀了一杀武啊 可以说是人困马乏 这个时候管仲啊 哎 他就在山头之上 看见这个卢密和素买的军队 没有那么高的士气了 逐渐稀少 咬着那下马整个躺在地上了 嘴里边是骂不绝口啊 管仲这个时候就把手下大将那位前步先行火班给叫过来了 说将军啊 你想不想 虎儿班一听那都不想 我让素买的我杀的都 简直都丢了人先脸 我从跨马踢刀征战以来都没打过这样的败仗 观仲说将军啊 呵呵呵呵 既然如是 你机会来了 那意思 现在你可以挟齿报仇 哎呦我这个天啊 虎儿班撒开战马带领人马 就冲下去了 城门开出 虎儿班啊 那真像猛虎出笼似的 当然这时候也有人担心 说别中了敌人的诡计啊 观仲一听 呵呵 中诡计啊 我早就安排妥当 他告诉王子成父 率领军队从左边杀 兵须率领军队从右边杀 两军加工啊 专门追杀伏击的敌军 怎么回事呢 感情这山容啊 关于使用伏兵之计 他看到齐国军队按兵不动 就在三国里边埋伏下来 故意呢 下马慢骂齐军 引诱齐军上当 你瞧着我齐到兵散的 你带领着马花往下这么一杀 我呢 扛着齐子往里边这么一跑 你这么一追 就中了计了 可是他哪想到 今天碰见管仲 那这招就不灵了 这伙儿班的军队所到之处啊 你再看吧 这山容的军队是弃马而逃 因为当初就是这么定的 一声呼哨啊 就把齐军啊 引到这个山谷里头里了 但是呢 没想到王子成父和宾须乌 两路人马 又不打两边突然蹭地一下子 就冒出来了 这些可坏了 把山容的兵马 打的是大败盔 苏联北都找不着了 并且呢 这一战呢 是损失灿重 等回去 这肃买 那脑袋上还缠着一块布呢 怎么快让人打的 他说主公 这不行啊 咱得想主意 齐桓公啊 现在想进军 他要进军呢 一定是由皇台山谷口 这个地方进来 那么福龙山呢 二十里方圆之内 没水 齐军呢 一定啊 他得挤水取水啊 如果 说讲如流的霸弄断 齐军呢 就一口水喝都没有 一旦没水 军中大乱 这断水这玩意可了不得 那比断粮厉害得多呀 他这军中一乱 我乘虚而出 必然是出奇之胜 然后呢 再派人向孤朱锅 求援军 借兵驻战 然后咱把齐桑公事 一举而灭 这秘卢一听 你别看我手下 这是一员武将啊 他还很有策略呢 米罗一听 既然你这么说了 咱就这么办吧 就这么着 就失去了这一条毒计 把如水的水坝给弄断了 这水坝一折 那齐桓公的军队就一口水喝 可就没了 这管仲他心里边也一律啊 怎么回事啊 这山荣军在那边虽然有动作 管仲不知道 可是他呢 看山荣退兵之后 一连几天 他特别老实 静的都出奇 他这心里边啊 也有点不落底了 马上派探报去打听 这探报回来说坏了 禀报丞相啊 去黄台山的道路已经被阻断 过不去了 这管仲就把伙伴叫来了 说先锋 还有别的道 能进黄台山吗 怎么找他呀 先兴官嘛 先锋先锋有事 先行有事 不行何叫先锋啊 风山开刀 玉水碟桥 这是他的分内之事啊 伙伴一听 你这玩意 从咱们这号 就现在脚下吧 到黄台山不过五十立地 就可以指导山容国 如果您放着这条道路走的话 要寻找别的出路 那可就难了 那咱们这大军 得先向西南来个大甩弯啊 就是一大拐拨啊 由芝麻岭 抄出青山口 再向东边拐 然后呢 才是令知的巢穴 就是山容的老巢啊 但是不但道远 还有一个问题 山路七驱难行 车马不能行进啊 那就只能拿腿腿了 士兵走还行 咱们这些子重粮草怎么办呢 那得多麻烦呢 这时候 有一个将领 叫廉志 他就说了 说这还是一个事呢 如果山容断绝 我大军积水之道 那咱们如何处置 当兵都要没水喝我的吗 那后果不堪设想 伙伙伴呐 他就说了 说这个芝麻岭一带啊 都是山道 没有几天 绝对到不了 如果兴军打仗再没水 这道带难走 那简直啊 咱们这帮人生还都难 齐桓公一听 这可不好 怎么办呢 后来管仲就说 说千岁啊 不如下令 令军士凿山取水啊 用现在话说 现打井 如果 有谁先打出水来 这必有重赏 所谓重赏之下 有勇夫嘛 这时候齐桓公手下 有一位公孙先生 他就说了 说我听说呀 蚂蚁 是在潮湿的地方住学 所以呢 咱们打井啊 也不能说 光靠蛮力气瞎打一气 那也不行 最好啊 咱们呢 是看看这个 蚂蚁子洞 跟这蚂蚁哭了 蚂蚁冬天住潮呢 是向着太阳长照的地方 夏天则相反 在山上 山的北面住潮 就是山的阴面啊 现在呢 是冬天 所以一定在山的南面 咱们呢 就按照这个规律 去找水 看到底是能找着 还是找不着 和军事一听 公孙先生好办法呀 就这么一找啊 你还真别说 这水真叫找着了 怎么回事 感情 这就是自然规律 要不然说 大自然的规律 不可违背呢 咱们可以改造自然 但是你不能创造自然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这一下子 齐军不缺水 可把蜜炉吓坏了 他听说怎么着 我的天呐 这道上所有的水源 那井都叫我填死了 河也叫我绝生了 他们怎么会不缺水呢 莫非这齐军 有神仙相助 其实哪有神仙呢 这神仙怎么来的呢 我前文就说过 是古代劳动人民呢 对这个一些现象 没法解释 然后在自己头脑之中 造出来这么一个神仙 其实是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的表现 手下没有能人呢 如果有一个养殖天文 复杂地理 像管仲 或者公孙先生那样的人 在这秘卢身边告诉他 这水怎么来的 怎么怎么回事 他也就不怕了 要不然说 现在怎么有句话 叫没文化 真可怕呢 这事是挺可怕的 他就认为 说齐国军队 有神仙相助 但是素买说了 说千岁 这又什么呀 虽然他有水 但是远道而来 他粮草接济不上 他粮食必定够吃 咱们坚守城池 不贺他交战 咱们那么耗着他 年身日久 他后方粮草供给不足 他是自然退兵 等他退兵的时候 咱们是一举杀出齐魂弓 一举可灭 这秘卢一听 这也对 这两军就在这僵持下来了 这就是打消耗战 打持久战 但是管仲那是干什么的 向魂弓 保魂弓 霸诸侯 没有惊天伟地之才 管仲一想 他就明白了 心说甭问 这肯定是有人给蜜炉出了主意了 消耗我军之粮草 这也不要紧的 管仲就让大将宾须屋 假装从魁姿取粮 让魂班 随军领路 让一部分部队 向芝麻岭进发 以六天为期限 让将领连志 每天到黄台山挑战 以便拖住秘炉 使他不产生怀疑 一连六天 这个山戎部落并不应战 管仲就说了 说千岁 从时间上看 宾将军已经达到目的了 山戎既然不应战 他等我们可不能等了 于是乎呢 就让士兵 每个人呢 背上一个大袋子 袋子里装着土 先让人呢 在前面探到 遇到什么坑坑洼洼的地方呢 就用土袋子给填上 大军呢 直到谷口 秘炉呢 他认为说没有后患了 自己弄得挺严实 所以每天就喝素买 饮酒为乐 反正有人守城就得呗 可他没想到啊 自己绝的这条路 让人的管仲想着也给填上了 而且粮草也运到了 谁也找着了 忽然之间呢 有人来报说坏了 齐国军队杀上来了 哎哟 这秘炉也好 素买也好 慌慌张张 头盔都没带 假的没穿 骑着一批 没安子的马 那叫铲骑啊 就硬生战了 那怎么能行呢 还没交手呢 马上都没能坐稳当 突然有人来报 说西面有敌军杀到 肃买也听坏了 小路有失 他也没心大了 保着自己的国王秘鲁 向东南就跑下去了 那么兵须乌呢 在后边追赶了吉里鲁 山戎的军队呢 是驰骂逃奔的马匹物品 牛羊帐篷 都丢弃了巫术 这一下子呢 就都成了七欢公的战利品了 还有呢 什么呀 就是这些人在燕国裸来的 孩子呀妇女呀 不计其数 这时候你再看山戎哥的那些个人民呢 这人民是无罪的 所以说到任何战争的时候 受苦受难 最深的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军队呀 心出话好威武好雄壮啊 干脆呀 咱们怎么着 还跟那秘鲁玩命啊 这么好的军队 看着咱们都不杀 不动咱们一针一线 一凉一草 干脆咱也做点事情 和 牵着牛的 架着羊的 带着酒的 捧着饭的 就都出来 迎接齐桓公的军队 桓公也有令 是军令森严呢 不许骚遥百姓 不许惊扰 而且不许随便 拿老百姓家里边一针一线 那都不行 用现代话说就是 实行安抚政策呗 要买人心呗 要不然你能怎么办呢 可以说呀 这两国百姓 无不称道 就连在边上的艳庄公 看着齐桓公都按条大纸 心说话怪不得呀 要不然怎么人家成盟主呢 雄才大略 目光深远啊 人家就能想到 安抚臣民 怎么回事呢 你齐国毕竟 跟这山戎国呀 离得很远 当家呢 隔着好几个国家 你虽然现在把秘鲁打跑了 你如果不安抚百姓 你等着秘鲁回来呢 这些百姓在拥戴着的造反 那你这日子就安生不了了 所以你只有把百姓打动了 让这些百姓归附于你 用你的仁慈 与仁爱 来反衬 那秘鲁在位的时候暴虐 他百姓不是傻子 自己就有分别 正在打败庆功 延西昏天洗地的时候 君族来报 说齐鲁千岁 秘鲁啊 他一下子就逃到了孤竹国 齐昏公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没敢贸然前进 他招了降族就问了问情况 说孤竹国强作如何 另外就是你通往孤竹国这道 好不好走啊 是远呢 是近呢 怎么回事 这降族就说了 说齐鲁太王 这个孤竹 他是东南的一个大国 据说从商朝开始啊 就已经有了成国了 那么从这儿去呢 大腰是一百多里地 那么有条皮尔河 过了河 就是孤竹国界 但是呢 山路是崎岖难行 齐昏公一听这不得好吧 怎么回事呢 你孤竹国和山荣是狼背为剑 狼背为剑啊 狼是狼背是背啊 狼背是给狼出主意的 这背是前腿短后腿长啊 他那俩小前腿 往那狼身上那么一搭 那坏道就来了 所以后人留下这么个成语 叫狼背为剑 这可怎么办呢 既然说 已经把山荣打跑了 跑到孤竹国去了 这个时候 你要是纵容他 一旦他翻过手来 恢复元气 那必然是一害无穷啊 齐昏公先说话呀 任其山高路远 咱们也应当讨防 何况离得不太远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恰巧报书呀 派领将领叫高黑 运了粮草五十车 齐昏公呢 他下了一道命令 说这些人嘛呀 先不要回去了 补充后用 然后呢 让士兵休整几天 启程讨伐孤竹 要说做出这个战略决策 那也得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得有一定的雄才大略 齐昏公率领大军 启程不到实力 他就作了牙花子了 怎么回事 他一刻合着太难走了 山路是连绵起伏 怪失错 草木葱生 简直的呀 都没有道 管忠一想这怎么办呢 有了 管向下了一刀命令 命士兵啊 取了引火之物 然后呢 投入草葱之中 放弃大火呀 干什么呀 把这草木全给烧尽了 然后呢 烧出一条道来 这招反正也就管众能想出来 还真不错呀 烧了五天啊 大火熊熊啊 把天都要给烤化了 还真不错 这火呀 这火呀灭了之后 命令士兵是凿山开路 一遍前行啊 呵 这个难弄 走了几个山岭 最后到了皮尔河边 这个皮尔河 河水很深啊 水流湍积 原本呢 是有这竹木筏子和一些小船可以摆舵 现在呢 就完了 怎么回事啊 这山容国逃过来之后 他把这些船筏呀 全都收了去了 他就怕 齐桓公兜着屁股追上来 他自己怎么办 所以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这时候在旁边的艳庄公啊 给齐桓公出了主意 说千岁啊 过了河向东呢 是团子山 后是马边山 再往后呢 是双子山 是三山相连啊 大摇三十里地 过这三座山呢 行走啊 大约二十五里左右 就是吴立城 就是孤竹国的首都 哦 这时候大将会儿搬过来 说千岁 既然如此 你给我一支令 我率本部兵马先行赌河 观众说将军啊 军队行进在一个地方 万一遇到敌人 进退两难河怎么办呢 观众说这什么意思 你孤军深入 人家前有节路 后有追兵 你中了埋伏 那不完了吗 所以这样不妥呀 须分两路 军马都合 怎么办呢 没法子不要紧 这不是有竹子吗 咱们可以先砸法子呀 就这么着 士兵啊 就把这些竹子木头 骑着咔嚓 全都砍下来 然后用绳子呀 捆住 做成竹筏 那玩意儿 那玩意儿 好几万大军砸法子 一眨目眼的功夫 就砸了好几百个呀 留下车辆 干什么呢 用来装这些法子 让军事牵引到河边 然后呢 一分为二 王子成父 带着将领高黑 领一支人马 从右边渡河 叫正面部队 公子开方 还有一个叫树雕的 随着齐桓公 是亲自接应 那么宾须吾呢 跟伙儿班 领着一支人马 从河的左边 这是一支骑兵 管仲呢 和连志 随着燕庄公接应 这么说就是四路人马 相约呢 在团子山下会合 瞧这意思啊 桓公要不把孤主国给灭了 那是事不罢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